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四集 模拟试卷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现在开始第一题 你是说小李吗?我上大学之前就天天和他在一起打球,怎么能不认识他呢? 我原来就认识小李 2 很多老人喜欢早上去公园锻炼身体 可是早上的空气不一定适合运动 早上的空气一定不好 3 要是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让你去了 他早就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4 王师傅做的鱼味道鲜美,不油腻 有机会你最好去尝一尝 王师傅的鱼做得很好吃 5 5 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跳舞 而且跳得非常好 所以每当有演出的时候 我们都会积极参加 我们班的同学都喜欢唱歌 6 当他站在台上,看到台下有很多观众时 立刻觉得非常紧张 结果台词全忘了 他记得台词 7 7 那天好不容易爬到山上 突然下起了大雨 结果我被淋成了落汤鸡 他的衣服都湿了 8 客人告别时 主人要等客人起身后才可以站起来 不然好像是希望客人快点走 这样太不礼貌了 主人送客人时应该先站起来 9 小刘这个人很成熟 有同情心 脾气也不错 可就是太小气 让人受不了 小刘很小气 10 你好 昨天我在这儿买的衬衫有点小 颜色也不太合适 能不能换一件 他在买衣服 第二部分 一共15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现在开始 第十一题 十一 吃完饭我们去唱歌好吗? 不 人家想看电影吗? 男的和女的可能是什么关系? 十二 我想今年去日本留学 毕业后再去吧 就差一年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三 当导游多好啊 可以去很多地方 还可以吃很多好吃的 那也没有你好啊 你有寒暑假呀 女的可能是做什么的? 十四 麦克,你的作业呢? 老师,对不起 昨天的作业太多 我… 麦克,怎么了? 十五 再来点儿吧 不了 我现在得少吃 不然会发胖的 女的可能有什么打算? 十六 还有小一点儿的房子吗? 对不起,已经瘦完了 小的房子卖得怎么样? 十七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钱取出来了吗? 别提了 我忘带银行卡了 男的想做什么? 十八 你昨天又开夜车了吧? 看你眼睛红的 是啊 我现在眼睛都睁不开了 男的是什么意思? 十九 你怎么这么小就抽烟? 我跟我爸学的 关于爸爸,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 考试的时候要仔细看题 不要马马虎虎的 知道了 你已经说了一百遍了 男的是什么态度? 二十一 早上出去散散步 这一天都觉得有精神 是啊 年龄大了 就应该多运动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二 这个电视剧很感人 快来一起看看吧 我可不想流眼泪 男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三 隔壁那家咖啡厅的咖啡怎么样? 非常好喝吧? 我觉得正好相反 女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四 明年我的女儿就要上小学了 还不知道让她去哪个学校好呢? 离家近一点的最好 男的是什么意思? 二十五 老婆,做什么好吃的呢? 用不用我帮帮你呀? 不用了 你只要把碗筷摆好就行了 对话可能发生在哪里? 第三部分 一共二十个题 每题听一次 例如 把这个文件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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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了不起 我行吧 难得怎么样? 二十七 这次考试 考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快说呀 到底多少分? 六十分及格 我就差一分 难得考了多少分? 二十五 二十八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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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这首歌是谁点的? 可能是小李吧,这是他最喜欢的歌。 把麦克风给他。 快点儿,音乐都开始了。 对话发生在什么地方? 三十 喂,我是王芳。 喂,喂。 怎么了? 我能听见小李的声音, 可是他听不见我说话。 是不是信号不好啊? 不是,有时候就这样, 我应该去修修了。 女的想去修什么? 三十一 快尝尝我做的鱼。 你做的? 怎么样,很好吧? 我做鱼可是有名的。 别吹牛了,哪有那么好啊? 女的觉得鱼做的怎么样? 三十二 你家养了这么多花啊? 这还多? 前天我姐姐还拿走了好几盆呢。 能送给我两盆吗? 这你可得问问我爸爸。 这些花可能是谁养的? 三十三 你今天穿得这么休闲, 这是要去哪儿呀? 啊,今天放假, 跟公司的同事一起去郊游。 你的工作真轻松。 那你是没看见我忙的时候呢? 男的工作怎么样? 三十四 现在的孩子就喜欢玩电脑。 是啊, 我那孩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 那眼睛不累坏了? 我就担心这个呀。 女的担心什么? 三十五 你要的光盘买到了吗? 别提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地方, 可人家却说卖霉了。 那你真够倒霉的。 不过还好, 过两天就会有的。 女的想做什么? 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网络给现代生活带来的。 网络给现代生活带来了方便, 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 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能够学习到很多知识。 但是如果过分地使用网络, 也是十分有害的。 三十六 根据这段话, 网络有什么作用? 三十七 这段话想告诉我们什么? 第三十八到三十九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下午儿子要去学游泳, 我说我们一起走着去吧。 他很高兴地同意了。 以前他都是坐车去的, 还从来没有走过呢。 一路上他又蹦又跳, 一会儿看看树, 一会儿听听鸟叫, 感觉特别新鲜。 三十八 儿子要去 三十九 儿子对看到的一切觉得 第四十到四十一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各位领导、老师、下午好。 今天我能拿到这个奖杯, 我最想感谢的一个人就是我的老师。 这一年他都陪在我的身边, 安慰我、鼓励我,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让我能够坚持下来。 没有他, 就没有我的今天。 四十 说话人最想感谢谁? 四十一 说话人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糖葫芦是中国北方冬天常见的一种小吃。 以前的糖葫芦主要是用山楂做成的, 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可是现在, 人们增加了它的种类, 苹果、 葡萄、 橘子、 草莓等都可以用来做糖葫芦, 且味道甜美、 营养丰富。 四十二 糖葫芦是中国哪里的小吃? 四十三 录音中没有提到哪种水果?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和李梅是同事。 今天, 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李梅。 原来, 她上个星期搬家了, 搬到了我家的楼下。 李梅笑着对我说, 以后你可以常常来我家玩了, 现在, 我们不仅是同事, 还是邻居了。 还是邻居了? 四十四 关于李梅, 可以知道什么? 我和李梅现在变成了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我和李梅 走尾 , 去